谢贤大闹天上人间 被大老板谈挥舞花大榜囚禁密室 究竟谁出面救了四哥一命 37年前 谢贤身为香港影坛的香伯伯 被王金花重金请来北京城拍戏 谢贤兴高采烈 带着两个小弟提前一天到达 打算畅游北京城的夜生活 闯进北京城最大的娱乐场所 天上人间 本想着好几个妞唱歌喝酒消遣一番 可那曾想 谢贤却碰上了一个硬茬 谢贤向来心高气傲 因为服务员服务不周 自认对方不给他面子 这让谢贤臭脾气爆发 伸手就是一个巴掌教训 一瞬间 搞得天上人间乌烟瘴气 酒瓶酒杯摔碎一地 正当双方抄起椅子动手时 大老板谈挥气冲冲赶到 提了心要教训一番 谢贤一行人 不管3721 也不管谢贤在香港的地位 这是他谈挥的地盘 旁人不能胡乱造次 直接将谢贤一行人囚禁密室 谢贤这才有些着急 一是北京城他人生地不熟 生怕命根会在地头蛇手里 二是王晶电影开拍在即 他自然不想丢了赚钱的大买卖 一个电话打给向华强 但他前脚才因抢占天上人间生意 被白小航追杀逃命 这趟浑水他一点都不敢碰 谢贤挂了电话骂他孙子一个 他只能动用白岛关系 打给任达华在香港警署任职的哥哥 可是这里不是香港 完全不是对方能说了话 看在谢贤与任达华交好的面子上 索性动用北京城黑白两道的关系人脉 而彼时的北京城早已是个法治社会 香港派来的江湖杀手完全不敢造次 生怕有去无回 好在王晶委托老爹 与驰骋在黑白两道霍老爷子通电话 才救回谢贤一命 王晶后怕被追杀 连夜将剧组搬回香港 可是回到香港的谢贤 却一点都不收敛 差点死在王于手中 谢贤弯腰90度道歉的这一幕 是他这辈子最难以启齿的经历 究竟谁如此大的面子 竟敢命令当众求饶四哥谢贤 2015年 谢贤与曾江一行四人参加访谈 各个都是香港影坛出了名的老戏骨 更是七老八十的老顽童 曾江向来爱吹 甚至还满嘴跑火车 跟在谢贤耳边叽叽喳喳 而谢贤又是个急脾气 容不得被旁人嚼舌根 一瞬间起身 伸手给了曾江一记耳光 当即吓得在场的工作人员 差点跳起来 连忙拉开两人 旁人本以为谢贤占上风 和那曾想四人散场后 他竟惹上了大麻烦 因为曾江不只是老戏骨 也不只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甚至背后还有一层江湖地位 他还是江湖大佬王宇的妹夫 王宇不是个一般人 地位曾与李小龙平起平坐 赶火烧邵玉夫办公室 一路逃到弯弯 又闯出一番江湖地位 几乎无人敢招惹 即便谢贤满身傲气 但在王宇跟前 他只有主动求饶的份 王宇一声令下 喊话谢贤滚来弯弯见他 要狠狠收拾一番 谢贤非常识趣 忙不停蹄 跑去医院看望曾江 并且还给对方弯腰90度道歉 十分识相的 还让助理录下视频为证 看来谢贤还正是怕了 王宇的江湖势力 况且身为香港影坛 打拼下来的老前辈了 谢贤与曾江向来都是牛脾气 彼此都知晓对方的性子 只是曾江被当众山耳光 脸上自然挂不住 谢贤不计较丢了面子 心甘情愿鞠躬道歉 或许这就是老顽童们 耍的小性子罢了 毕竟当曾江和王宇接连并死后 谢贤在葬礼上依旧哭红眼 自然舍不得吵吵闹闹的伙伴 张伯之三胎生父的帽子 为何偏偏盖在公共谢贤头上 2018年张伯之生下三胎 旁人都喜出望外 以为谢霆锋闷声干大事 拿下三胎官宣复婚 但谁料当张伯之三胎生父 扣在谢霆锋头上时 他却急得怒发一则声明 与张伯之怀里的小baby 彻底划清界限 声明两人没有一丁点血缘关系 这完全证实了张伯之早就另寻新欢 还一鼓作气生下个孩子 而当外人都给张伯之孩子找爹时 却纷纷把帽子扣在了谢贤头上 这属实违背伦理道德 在谢贤身上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在谢贤眼里 张伯之始终都是个好儿媳 即便与儿子离婚 却依旧带着两个孩子 与爷爷谢贤相处十分融洽 而要说谢贤为何背上黑锅 无非还不是他太过于风流 他早年时英俊潇洒 自然迷倒不少漂亮的女明星 甚至还嚣张到敢抢走猪润发的女友 就连女神珍珍和港姐迪伯拉 都被他拉进怀里 先后成为他的漂亮媳妇 本来已经到了爷爷年纪的谢贤 风流步伐却依旧没有停止 七十多岁的年纪 与只有21岁的小姑娘谈情说爱 在外人看着 这就是一对爷孙恋 但谢贤却蛮不在乎 始终展现出老当义壮的姿态 带着小女友游山玩水 甚至还铁了心 想要娶对方进门 可是直到谢贤身子骨摔老时 他狠心与对方分手 担心自己一把老骨头耽误对方 更是大手一挥 拿出2000万作为分手费 可见谢贤对女人的大方 而现在虽然谢贤还健在 但是他走过的江湖岁月 始终都是一个传奇